请教一下现代老师 对于蔡英文这次的访美的行程 我们看到它既不是单独的访美 仍然是过境的访美 同时目前也没有在纽约堪奈尔大学演讲的行程 确实是还没有爆出相关的行程 那么因此美国方面对此的表态 声称是符合常规 不是新鲜事 但是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尤其是其中用到了台独分裂分子头目 来称呼蔡英文 那么您认为的其中又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民进党进入到了大选的节奏 这是我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民进党已经实实在在的进入到了大选的节奏 当然听众可能觉得我这个回答 好像跟你刚才组成这个问题之间是不大尬的 但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 今天蔡英文当局在两岸问题上和涉美问题上的这样的一种出招 真真正正意味着他大选的开始 我们上节上次节目包括以前的节目都跟历史哥分享过一个观点 就是理解民进党理解党内政党的他的做事情 一方面是通过我们观察他的动向 观察他的迹象去拼凑一个尽可能接近现实的一个拼图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 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就是分析这个政党的行为逻辑 你对一个政党而言 他的行为逻辑 他的政党调性是最稳定的 同样对于今天岛内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而言 他最看重的 你说蔡英文看重什么 看重历史定位当然没问题 赖清德看重什么 看重他能够2024年获选 但是如果我们把民进党作为一个整体去处理的话 我们会发现他追求的是台湾的在台湾的长期执政 这是他的最高目标 这个调性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引起共识的就是 民进党不是一个笨蛋政党 反面词就是民进党是一个特别擅长于选举的政党 当然我们第三个点还会讨论 那么他特别擅长于选举 同时也特别重视选举就在于 他不会轻易去做跟选举不利的事情 或者说他要尽可能的去降低 对选举可能会产生负面冲击的事情 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 我们就能理解近期蔡英文当局在两岸问题上 和在对美问题上的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 这种有进有退的这种行为 第一 为什么他会在对美问题上出现这样的一种变化 因为他很明白的讲 今年两岸关系最大的外部风险是台美的互相窜访 这个我们之前就讨论过 就是麦肯锡要访台 然后蔡英文要访美 那这个事情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这个事在哪发生 怎么发生 细节是什么 往往决定的这个事情 它能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和影响 我们去观察今天 美国国务院对于这个所谓的赖心 就是蔡英文可能会跟麦肯锡会面的这个话 你觉得会特别有意思 他反复强调 这个事以前发生过 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它是一个既有的一个东西 就大家注意这个 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定调特别有意思 他反复强调就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蔡英文与麦肯锡在美国的一种会面 是以前就发生过的 也是符合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原则的东西 当然我们会认为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话术 那是一种政治的骗术 但是你要注意 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 他要去实质的获得这个事情的政治的红利 但是他不想重蹈去年佩洛西串台所引发的巨大的负面效果 因为那个负面效果是由蔡英文当局和美国来承担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去看蔡英文的逻辑 今年他的目标是为了大选要获得胜利 难投的补选给他开了一个好投 那么对于今天的蔡英文来讲 他两岸问题上绝对不能丢太多的分 咱们假设他不要失分 得不了多少分 但他不要失太多的分 甚至我们从台湾社会的民意来看 蔡英文当前最大的一个挑战 是要压低台湾社会民众对他的两岸政策的不满意的比例 就是如果他能把目前对于他两岸政策不满意的这个比例 从百分之五十几过半压到百分之三十几四十几 就是他的胜利 那么从这个民调来看 什么人会对蔡英文不满 蓝营肯定会对他不满 这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蓝营基本盘一定会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满 那么蔡英文要争取的什么呢 他要争取的其实是中间选民对他两岸政策不满意的比重要下降 所以他就必须要拆分这一部分是要干嘛 我们去看台湾社会民意变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其实台湾的中间选民 很多人对于两岸关系 他是有很复杂的这种所谓的想法的 他既想能够获得两岸正常互动和平交往的相应的红利 同时又不希望两岸靠得过近 两岸关系发展得过快 这是相当一部分中间选民的看法 如果把握住了这样一部分中间选民的看法 再去看蔡英文现在的两个动作 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逻辑非常的清楚 第一 他在两岸问题上过去是挤牙膏 今天走了一小步 满足什么呢 满足中间选民要求进一步畅通联岸民间户 这个交流将晚的需要 同时他的这种谨慎的态度 我敢打赌 后面蔡英文当局肯定还会释出信息 强调他对两岸问题还会严管 还会反度大陆的渗透 他通过一种这样的做法 去获得去降低中间选部分中间选民 对他两岸政策不满的声音 这是另一方面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他在对美问题上 他不会轻易说我不过境美 不会的 不会放弃的 他有他的追求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去引起过大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冲动 所以他就会采取什么 就刚才历史哥讲的非常生动的一种 你说是相互套招也好 被动套招也好 总而言之 他做了一个之前 他其实就在做的事情 只不过这次可能会做的更多一些 但他至少是 与去年的佩洛西串台那种 硬闯的那种方式选择更柔和的一点 但是我还是要去做 并且 他这样做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就能解释今天外交部 为什么用这么严厉的话去警告蔡英文 因为现在蔡英文都是在放风 包括跟美国都是在放风 虽然与以前的这种放风相比 他访美的这种可能的危险性和冲击性都有所下降 但是并不排除他的行程有变 因为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就讨论过 蔡英文访美怎么访美 到哪访美 到哪访 在什么地方 说什么样的话 直接决定了他这个事情的后座力的大小 所以今天我们的外交部 用这么的严厉的语句去几乎是点名了 其实就是警告他 不要去冲撞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 如果冲撞了的话会如何如何 实际是一种事先的警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我收述一下我的结论 从近期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和对美问题上的 这样一连串的这种所谓的动向 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熟悉岛内社群民意 并且非常善于打选战的民进党 正在逐步进入到一个选战的轨道上来 因为他这样出招 首先就会让国民党比较尴尬 为什么 你骂民进党的力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生意就不可能那么大了 那么你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怎样才能够持续得分呢 那么压力就重新回到国民党一方了 另外一方面 蔡英文的这样的一组软硬相间的办法 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 他与美国勾连 对两岸关系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巨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不能排除他的风险性 而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未来 值得密切跟踪的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